有輪椅 他已經整個綁住了 兩名救護員 一前一後 將紅衣黑褲的殺氣嫌犯 推出公寓 層層束帶 把雙手雙腳全綁在輪椅上 聽說他情緒本身就不適合 不要是柯磊一擋住 你什麼狀況嗎 不因為他被上束帶管束 嫌犯殺了自己的妻子 情緒激動 身上也有多處刀傷 強制送醫 兒女趕回家中 情緒崩潰 死者的哥哥 跟一對兒女男演激動情緒 母親很遭父親砍了十多刀 倒臥血破中 自己的爸爸就是殺人兇手 還半失了一整夜 以前都會看到在那邊騎機車 這樣進出 我大概有半年沒有看到 20號晚間夫妻間發生爭吵 殺人的丈夫指控 妻子竟然說你不是我老公 他一氣之下才會拿起水果刀 橫往妻子的身上猛砍 但這只是嫌犯的片面之詞 警方對此有所保留 身上有多處明顯刀傷以及血跡 於是兒子詢問父親 父親才向兒子坦承 是在昨晚夫妻之間發生口角衝突 遭砍死的妻子身體上有十多刀刀傷 家屬站在門口悲痛的送媽媽遺體到殯儀館 為何解法多年的夫妻要持刀相想 家屬也不清楚 警方也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記者謝耀珍 孫瑩翼 何慧榮 梅凱婷 新北市採訪報導